在这个世界上,任何的婚外情都是不能以爱情定义的。江喜爱上魏明的时候,的确不知道对方已经结婚了,但当对方提出可以及时止损的时候,他并没有果断放弃这段感情,而是大摇大摆地搞起了办公室恋情。 讽刺的是,办公室的所有员工都知道,魏明已经有妻儿了,口口声声说着爱魏明的江喜,其实是个非常虚伪的女人,整天买各种二手奢侈品来包装自己,无非是想让魏明对自己更加依恋罢了,只要让对方成功离婚,那魏明将来的所有财产,不就有自己的一半了? 即便两人最终在一起后还是魏明当家,起码跟着这个男人,可以住在豪宅里,更不用每个月为金钱发愁了。 说来也奇怪,江喜的行为就跟磅大款差不多,可他却活得很是狼狈。 在现实生活中,但凡是第三者,日子都过得比原配要好,因为男人喜欢在他们身上花钱,甚至有时候为了博美人一笑,可以豪至千金的那一种。 可江喜在魏明身上,最多得了几个基础款的奢侈品,价值几千元,而二手店换个包包就没有了。 别看江喜总是跟魏明一起住奢华酒店,其实他自己住的地方还是城中村,每个月五千五,水电费还得额外去算,关键是家里拥挤得连张像样的大床都放不下,这就罢了,关键他还得养个弟弟,魏明不是很有钱吗? 但凡出手就没有下过万元的,给情人租个像样的房子不过分吗?为何对江喜如此抠门呢? 只能说江喜是所有影视剧中最惨的第三者了,从表面来看,他图的是魏明的钱,但前提是,江喜是真心爱慕魏明的,他会欣然接受魏明送来的每一件礼物,也可以答应跟魏明去住酒店。 但唯有一点,自己的真实模样,是不能让魏明看见的,因为男人都爱面子。 如果让魏明知道,自己的情人只是个住在城中村的农村女孩,试问魏明还会对江喜感兴趣吗? 在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,魏明就已经知道江喜是个很不容易的女孩了,所以才会魄力给了他一份工作。 女人都是有自尊心的,尤其是两人在一起之后,江喜就变得越来越虚伪了,整天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,只为能够配得起魏明。 他跟一般的第三者还是有区别的,人家把爱钱两个字写在了脸上,他偏布,非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留住男人的心。 第三者固然可恶,但江喜身为第三者的性质,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骨气在身上的。 这也是为何他抢走了林霜的男人,观众却对他恨不起来的真实原因。 可一个男人只要有了婚外情,就已经不靠谱了,除非是为了钱。 像江喜这种对爱情还有些期待的,是不可能嫁给魏明的,因为他骨子里还是有几分清醒的。 你呢,如何看待江喜这个角色? 你一个给 Draw6 你というこの美的学会的对爱情